他是中国史上最牛丁自虎 至今无人敢拆 他在滚滚长江中饱受洪灾但七百年未然不倒 这就是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格的观音阁 那古人到底是如何修建的呢 他坐东朝西 逆水而立于长江的中心 全长二十四米 宽十米 在浩瀚无垠的长江中 却犹如一条出水蛟龙一般活灵活现 他是由红石青砖修器而成 始建于宋朝 上百年来 观音阁经历了无数风霜 每到迅气涨潮的时候 长江水都会淹没楼阁 只有最高层的几扇窗可见 等到迅气一过 他就像横空出世一般 依然坚挺江青 如中流砥柱一般气势磅礴 他见证了长江水的潮起潮落 也见证了古代武昌工匠 对流体力学的奇妙运用和风格独特的创造艺术 那他究竟如何做到七百年来始终屹立不倒呢 原来观音阁底部的弧形式 不仅可以减缓水势 还可以顺势泄洪 再加上建筑本身由红石青砖器而成 无怕水泡 千百年来不管经受什么惊涛骇浪 他都稳如泰山 傲然毅力的观音阁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建筑的精髓也凝聚着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最后让我们为老祖宗高超的工艺点一个大大的赞了 我是胡八一 关注我 下期继续带你探秘脚下这片神秘的统领